大家好,欢迎来到爱门享受健康系列的频道 我是享受健康的爱门 很多人想要减肥,但又不想放弃冰凉的手摇影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其实,白木耳是一种很适合减肥期间食用的食物 它不仅能够滋补身体,还有低热量、高纤维的特点 而且冰过后的口感也很清爽 可以替代高糖的饮料 白木耳是一种真菌,也叫银耳、血耳、白耳质 中医认为它有滋阴润肺、养胃生巾的作用 对于胃肠不适合便秘都有改善的效果 被称为郡中之冠 白木耳的营养价值很高 每100克的新鲜白木耳 还有94克的水分、5.1克的膳食纤维 以及甲、钙、磷、胭碱素、液酸和维生素B12等微量元素 热量只有22大卡,是一种低卡高纤的蔬菜 如果搭配一些适合的配料 就可以做成美味又健康的减肥小点心 白木耳的三大食疗功效 1.促进排便 白木耳的膳食纤维可以增加饱足感 减少食量 同时也可以被肠道的益生菌利用 改善肠道菌群的平衡 白木耳的膳食纤维主要是水溶性的 可以吸收水分,帮助粪便成型 刺激肠道蠕动,让粪便更容易排出 缓解便秘的困扰 2.调节血脂、血糖 白木耳的纤维和多糖类可以帮助体内的胆酸通过粪便排出 减少体内的坏胆固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存的含量 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同时纤维和多糖类也可以延缓食物中的糖分被吸收 控制血糖的上升速度 避免血糖波动 对于糖尿病患者也有帮助 因此使用白木耳的时候 最好用天然的食材调味 不要加太多的糖 否则会抵消白木耳的好处 3.调节免疫 白木耳中的多糖体有调节免疫和抗肿瘤的潜力 它可以影响巨视细胞和其他免疫因子的活性 提高人体免疫细胞的功能 增强对抗外来病原体的能力 预防感染和癌症的发生 如何选购何时用白木耳 白木耳可以在有机商店或合法的中药行买到新鲜或干燥的 要注意避免买到泡过漂白剂或品质不佳的 通煮前要先冲洗干净 然后浸泡到软化 去掉地头 剪成小块或打碎 这样才能煮出胶质的感觉 白木耳可以搭配红枣 枸杞 盐子 桃胶 一人等中药材 也可以加入水果或果汁 做成冰凉的饮品 都是很好的减肥小点心 可以替代高糖的手药饮 白木耳适合谁吃 白木耳是一种平性的食物 适合大部分的人食用 特别是想要减肥 有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或便秘的人 都可以多吃一些 你也可以有更方便的选择 得贵唇而饮 白木耳专门店 客制化专属定制健康饮品 唇而饮设定的主要消费族群是女性 具有健康与美丽丝的女性族群 一瓶唇而饮相较于一杯架料含糖首饶饮 热量低 营养价值高 无化学添加 同样的美味口感 可以直接饮用 也可以添加蔬果样升级为饱足感待餐 唇而饮多种口味 让健康养生有更多美味 不过最好的保健方式 应该是可长久持续而健康的 每个人的身体和需求都不一样 建议咨询我们的营养师或健康专家 以获取个人化的建议和指导 根据你的目标 身体状态和饮食习惯 制定适合你的健康计划 那最后祝大家都能够轻松享受健康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享受健康的艾门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订阅频道 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才会收到最新通知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